大概就是差不多半年 他就会去不知道去摸什么东西 就把我的抽屉一打开 你就是这样 真的是乱七八糟了 我就是很懒啊 反正我找得到就好了 有时候最怕就是我在外面 他就说什么东西在哪里 完蛋了 就在那个抽屉里 我就不想看到的那个抽屉 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张静哥常被抓 就是跟生活做 还有就是工作的习惯 对 常常成为你的把柄 是 我只是考虑到自己 就没有 比较不会去考虑到什么其他的 慈慧老师呢 结婚三十年 是真实的 慈慧老师你先回答一下 二十年的那个是什么心态啊 那个是尴尬的老公 开始都剩菜剩饭 不放到冰箱 我也不太知道 这个可能个别差异蛮大 就是希望让对方知道 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完美的 是是是 对 我觉得夫妻里面 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我看到这个把柄 这两个字 我觉得这 对对对 我觉得是好像比较 比较非常复相 然后其实夫妻间相处 一定都有一些问题嘛 我比较会想说其实 所以刚才在回答的时候 我其实不太知道说 我到底是要举Yes 还是No这样 我觉得把柄好像没有到那么严重 可是问题一定有 那比如说像在我们家的话 就是因为我觉得 夫妻结婚的时候 应该在一般的正常之下 应该是说 大概看百分之七八十 OK 然后就会结婚 那剩下的二三十呢 就是上帝透过这个婚姻的历程 在磨我们这样子 所以一定都会有一些 不完美的时候 那对我们家说 像我的话就是 我个性比较急 那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呢 都一定是我在电梯门口 等我先生 对都是这样子 那他是比较 最后一段 然后他就会 在里面有时候明明 出来穿着鞋子 他还要回去 这样什么窗户没关啊 对啊 什么没有拿 还要再进去上个厕所啊 等等 然后我就常常就在 电梯门口等他 有时候呢 借着电梯里面等他 然后不小心被人家按下去了 所以按下去之后呢 就有时候 不晓得到地下室等他 还是到一楼等他 所以常常就会为了 就是彼此的揣测不一样 就会说 那你应该是要到一楼去啊 我就说我上次猜错了 我就到地下室等你 结果你说我应该到一楼去 就像类似这样的状况 这样好有情趣哦 有问题上下下吗 你会玩躲猫猫 其实我们聊的这个把柄 就像那个慈慧老师讲 是比较富相 例如说有一些状况 例如说 夫妻之间相处 有一个人讲了一句 很不该讲的重话 那这个重话可能也 波及到其他的亲人家属 就或者是 你今天跟一个辣妹拍照 而且真的就是勾肩搭背 然后那张照片藏起来 然后突然被发现 类似像这种 比较富相的这种把柄 真的不用藏了啦 可是那个声音还蛮好的 现在在手机里面就会发现 类似 那这个把柄 很有可能就是 不是像生活习惯的这种 而且你这个 比较负面的这个 夫妻相有关系 有啊 我有个朋友 他会一直拿出来讲 我有个朋友就 来讲谎话 我不是在讲字样 我没有 你那个是借口好不好 你那个是借口 我那朋友就很喜欢讲谎话 其实 他的状况跟字样很像 他就是 这个人就是也很喜欢玩这样 他就是真的还喜欢唱歌 而且都是翘班去唱歌 是 那他在公司已经是很高阶 对 其实无所谓 但是呢 他就喜欢 他不想让他太太说 我这个时候跟别人去唱歌 所以他就会说 他在哪里 在处理公事这样 甚至他会po照片给他太太看 啊 就是po照片 当然不是唱歌的照片 是他一个开会的照片 不是 那我问一下智阳 就是你觉得你太太那时候 把这个东西当做把柄来讲的目的在哪里 他事后有一直讲 没有他我觉得他有时候就是 平常不会讲 但你稍微只要双方有冲突的时候 当然 或是说他要安排什么行程 那你没有办法去 或是说哪天 你没有办法陪他的时候 他就拿出来讲 一直讲 所以目的其实就是在于说 那个他希望你们当时在讨论的 最后的结果是要是以他的 以他意见为主 对然后你曾经犯过错 你不要给我讲话 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拿出来之后 最后是有达到他目的吗 其实不见得会 大部分都不会啊 对不对 对反而会造成双方关系紧张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 像以前过去就是说 反正我也很喜欢说 譬如说有朋友约我去 下午去喝咖啡啊 甚至我在采访地点 譬如说哪个分局附近有咖啡 不管是学长学妹啊 什么外面朋友啊 人家又有去喝咖啡 我只要有空 走啊去聊天八卦啊 其实我也好喜欢八卦这样 那当然有时候就跟女生一起去 那其实不是过程中没有什么 可是你会想说 就一男一女喝咖啡 最后当然我买单嘛 我怎么好意思让她买单 她说过程中没有什么 就好隐人瞎瞎 对啊 而且为什么一男一女 其实有什么 没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很严重 你怎么会觉得是一定要 你不解 我也不会去隐瞒 但我也不会跟我老婆说 我今天下午跟谁去喝咖啡 那我发票我通常就往皮夹一塞 那我皮夹是我老婆在整理 一张 哎 哪家餐厅的 为什么你一个人可以吃一千多块 哎呦呦呦 哇一喝咖啡只喝一千多块 你哪会喝啥 或者说八百块 她可能是不是只是在在 是说因为每次跟你出去都吃一百多块 没没没没 哎真的 绝对超过好几倍的价格 但是她就会问我 你跟谁去 嗯 那我 不明发票 但我又想说没什么啊 譬如说 啊我跟Kerry去啊 对啊 啊你跟他 Kerry你跟他去喝咖啡 那几粒啦 哈哈哈 打人 对 我会坚持 我会付我的那一份 对啊 他就说 然后发票要开两张 有时候 有时候觉得女生很无聊 去几次 嗯 啊你跟他那么好 这是他一直要问嘛 对啊 你跟他那么好 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请他 为什么一定要请他 我就很怪 开始会乱问一些问题 然后你回答也不是 不回答也不是 正面答案也不是 反面答案也不是 因为你如果再这样的话 你的把柄就更多 你的老婆就更不允许 而且你们就会开始翻嘛 对啊 你把之前一些 曾经有的记录全部翻出来 就是把每一个把柄都集合成 一本就账 所以后面我根本 就是说不刷卡 付现金 然后然后一走到餐厅 发票 啾 啊 就是这样子啊 你现在告诉我们对策就这样 哈哈哈 我现在就省去那一边 我现在在告诉他太太 他都是这么干的 不是啊 我刚刚问智人 刚不是我问他说 那这样到底有没有效吗 就是你如果真的抓出 你的把柄 然后就是告诉你的另一半说 我抓到你把柄 你就照我的意思做 这是没有效的嘛 我觉得就是要看彼此 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就是夫妻关系 如果是彼此扶持的 我们在婚姻的一个目标上 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觉得是应该要去培养 那个信任 那有时候像这种 无意中碰到的有朋友啊 那就是真的一男一女出去喝咖啡啊 做什么 那其实都可以很坦然的 跟太太还是跟先生讲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那你如果说你说了一个谎 即使是善意的谎言 以后可能就会真的变成把柄嘛 因为那先生就会觉得说 那你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你为什么需要说谎呢 所以我是觉得像我们在谈 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上 的确是很多 都会觉得说哎呀 反正无伤大雅啦 跟他讲也是很麻烦 他也不会懂得干脆就讲一个 他觉得可以把他含混过去的 可是这种东西就是 我觉得就会影响到 我们可能昌而远之 就会觉得我们夫妻此事 可以让彼此含混 不需要坦诚 不需要每一个事情 都对对方坦诚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需要再次的 男生被抓把柄 而且一直被女生烤死啊 就是一直这样嘟嘟嘟 然后每一天就是 当三餐这样一直讲 应该会很不开心 当然啦 烦死了 真的烦死了 不要说三餐啦 女生 我还没讲完 女生如果被这样子 也会很不高兴 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女生 有时候这样考生一次 在撒娇耶 因为他其实是希望 就是哎 你这样花一些时间 跟别人喝咖啡 是不是也可以 跟我喝一下咖啡 或者说好像你对别人比较好 或者是说 当然有大部分的目的 是希望对方改变嘛 就刚刚洪荣说 就是希望对方听我们的 可是我常常觉得 如果好好的沟通 就是好好讲 我们叫做 我在跟你讨论沟通 可是如果我们稍微 用比较不好的口气 就会变成在威胁对方 或者是在 好像在 就是希望用一些 要逼对方就范 对对 或者是用情绪化的一些语言 想要去批评他 到他的就范为止 对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聊 那会不会有种状况是 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次你被抓到了 下次你抓到他 你这会欣喜若狂 我终于抓到了 就先这样 马上回来 抓对方的把柄 有的时候甚至会抓出问题来 因为当一再地被抓把柄 有一天发现 你的另一半有把柄的时候 就去抓的时候 然后互相要挟 其实这是不健康的 可是我们刚才有聊到 一个心态问题就是 那为什么对你的另一半 他一直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把柄在跟你沟通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小大爷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 对 我还真是不自我改 为什么每次都拿那个 你刚刚讲的那个 是不是你有跟他道过歉吗 其实我刚讲的案例 我在KTV被抓爆 那是有道过歉 但其实已经没用了 对 没有了 事实已经造成 因为是因为你的信用破产 对 他就会觉得一次 他就觉得你信用破产 那可是我对于喝咖啡这种事啊 我就会觉得好无聊 我不过去跟人家去八卦一下 或者真的就是路上遇到 聊一聊 就这样子而已 我没有必要每天是 一五一十的把我行程都跟你讲吧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想听 你觉得是你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喝咖啡 这个很有一切 你很坦然 你不觉得这是错嘛 而且我也不会躲躲 躲躲闪闪啊 对啊 比如说躲个小角落 或者说躲个 比如说我们去宾馆谈论事情 哎呦 宾馆 谈论著作权 他说的是那个吃冰的冰 对对对 我说譬如说 对去摩特尔被抓包 那你真是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啊 我就是单分断公开场合 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 我现在的习惯是 我如果真的跟一个 另外一个报社的一个记者啊 女的 真的是坐下聊天 我会回去跟我老婆说 今天我跟一个什么人 拿一个报纸的某一个记者 我们谈了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蛮好玩的 然后我会跟他分享 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 因为每一天其实都蛮无聊的 有这些事情 我觉得可以跟他聊 所以你说是为了 让太太放心嘛 对啊 而且也没什么不能 直接就跟他讲了 我觉得主动就比较 我再次真的有时候 叫一个eka anim人 才会扔转小孩 Knight 师傭 我 替孩 他 对 家 欢迎今天的家庭大师 吴自珍老师 各位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欢迎你们来到 GOOTV幸福学堂 让我们一起学习 迈向幸福 吴自珍老师 前东海大学社工系副教授 台湾唯一的国际 理情心理治疗读导师 专严于情绪与沟通 相关学术及引用 并有多年婚姻与亲子辅导的 史无经验 他对于家庭关系的处理 也有着精辟的解决之道 我们做父母其实 我觉得有的时候 蛮委屈 蛮辛苦的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 你就照顾他吃 喝 然后培养他长大 你总觉得他毕业以后 应该就总算是 了了我们的责任 可是现在你就发现 有个非常有趣的 全世界都有的一个现象 叫回力标现象 回力标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个标打出去 他又回来 所以这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年代有一个现象就叫做 承认子女过一朝 就是说他应该出去了 可是这批小孩又都回来了 住在家里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面对 现在的经济差 然后失业率也高 然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工作 然后在好的理想的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 为了要节省开支 然后为了要自己 能够好好生活下去 那怎么办呢 就回来住在父母 年老的父母家里 然后由自己的父母 来供养他一切生活的所需 然后家务事也不用做 那这些人都在 一直很努力的 在找工作当中 可是一直找不到 很合适的一个工作 那怎么办呢 到底做父母 要不要再继续养下去呢 那妇理应该要怎么样 面对这个归潮一个现象 我想我们来看一下主题剧 然后我们继续再来往下谈 好吗 好烦哦 经理交代这么多事情赶快做了 中午来加班 我就不爽了啊 随便啊 有本事你不要做 不要来加班啊 我可是也需要这份工作 因为我不敢哦 浩子 你说真的假的 澳洲打工机会真的很多吗 对啊 这边很多工作机会 可以体验人生哦 哇靠 打工就算了 还一把金丝猫耶 太爽了吧 澳洲生活真的很不赖 怎样 要不要来啊 我帮你介绍工作 是哦 那在澳洲都做什么工作呢 农场啊 牧场啊 餐厅啊 都蛮好玩的耶 还可以练英文哦 真的啊 那薪水怎么样 澳洲实心是台湾的四倍啊 努力一点 还可以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哦 哇塞 那我不就可以创业了吗 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 耶 上班时间晚点书啊 没有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你现在报告的进度到哪里 还在收集资料 还在收集资料 明天就会跟客户提报了耶 我都牺牲周末来加班了 上上午又怎样 陈伟别这样啦 公司可是有付你薪水的 不是让你来上网的耶 月薪才22K 这样你也所有出口 你 陈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陈伟 本来就是啊 你是不想干了是不是 陈伟 如果你不想干了 OK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走就走啊 谁像这种工作啊 陈伟你还有一堆卡在还没还耶 结果本是欠 结果本是还 这好事 拜拜 说辞职就辞职 也不想想工作难找 哎呀 你就少说点啊 阿伟 起床哦 妈妈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太阳蛋哦 都几岁了起床还要人家叫 好啦好啦 她没工作了心里难过嘛 我们就看怎么帮她呀 好啦好啦 阿伟 阿伟 阿伟啊 好啦别气啦 啊 你最爱吃的太阳蛋 妈妈已经帮你弄好了 爸也换过很多工作啊 凭什么我辞职 还用那么生气啊 现在工作不好找嘛 爸爸是担心你啊 担心又担心 干嘛大吼大叫了 没事了 爸爸已经不气了 快出来吃早餐吧 啊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吃饭就吃饭 讲这些做什么 会消化不了的 快吃快吃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要去找工作吗 别问了啦 你上班快来不及了啦 我要去澳洲打工 你说什么 我要去澳洲打工 天哪 这就是你辞职的目的吗 对啊 到国外工作这么大的决定 也不先跟我们商量 你有帮我们放在眼里吗 不过就是去澳洲打个工 又不是不回来 有什么好商量 我都大人了 那你怎么突然想要出国啊 那你的薪水是台湾四倍 你人身体不熟的 万一被骗怎么办 妈 你放心啦 我同学浩子在那边 他会照我的 而且他在那边过得不错哦 你真的要去 嗯 请你自己介绍 请你自己介绍 你自己介绍 你什么想要出国 请你自己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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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啦 你看 他连应征工作的第一句英文都听不懂 还敢去澳洲 说了 我朋友浩子会照我 他会帮我找工作 而且我本来就是要去那边学英文的啊 对 没错 你可以去那边学英文 但是你知道那边都是什么样的工作吗 就是农场啊 牧场啊 一些体验生活的工作 而且一年至少可以赚六十万耶 还有人可以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就可以创业了 这么好 听了没想去耶 妈 你太老了啦 要三十岁以前 够了 搞什么 你们说得到轻松 你知道牧场要做什么 农场要做什么吗 我知道啊 在农场要采水果 在牧场要养牛羊啊 有什么难的 养牛羊要清大便 采水果要晒一整天的大太阳 还会被蚊虫咬 你做得来吗 浩子做得来我就做得来啦 对啊 儿子 这些工作你都没做过 你做不来的啦 在台湾坐办公室吹冷气不是很好吗 妈 我就是验见坐在办公室 为公司卖命卖得要死要活的 却还是一个穷忙族 我看不到我的未来啦 所以我才会去体验新的人生 找寻新的方向啊 你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 但是有些事情不是看表象的 不过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可得想清楚啊 我想清楚了啊 阿伟 你真的要去吗 事情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美好 如果你还是要去 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 我上班去了 阿伟 你去那么远 妈妈就不能照顾你了 你真的要去哦 不经一番寒测谷 烟得梅花扑鼻响 妈 你不喜欢你儿子有一番大作为吗 可是 妈 现在离我的梦想只差简单的两个步骤了 哇 哪两个步骤啊 就是我去澳洲的机票啊 蛤 你上了一年班 吃家里住家里 总存了点钱吧 拜托 我一个月月收入才22K 生活都不够了耶 妈 我从澳洲回来收 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 拜托啦 妈 现在还剩一个步骤 别告诉我 又是钱的事啊 妈 就送我每个月的卡 债账单啊 我不债收 你先帮我处理一下 拜托啦 早警告过你不准签信用卡 这个我不管 妈 你不管 你儿子的信用就要破产了 我信用破产了 我就完蛋了耶 妈 你哟 我信用破产了 你儿子的信用卡 我信用破产了 喔喔喔喔喔! 陳偉! 是! 老闆好 拉张椅子坐 没问题 你之前在广告公司上班 是的 然后到澳洲游学打工一年半 是的 为什么去澳洲 人生需要不同方面的学习 台湾不行吗 年轻人就是要立足台湾 放眼全世界 那你在澳洲都做些什么 我在牧场养牛 还有呢 剪羊猫 还有呢 柴草莓 我们公司要的是专业的行销人才 我可以学 而且学很快 我选剪羊猫 只花了三小时 李云真 是 谢谢 谢谢 你去澳洲 澳洲 澳洲 是的 你也想要做别人的事 你也想要做什么 什么 呃 她 她 你也想要做什么 可以告诉我自己更多 和自己的事 你也想要做什么 呃 哇 你知道吗 但是 好吧 刘顺宏 陈伟啊 是 你澳洲的这里我很欣赏 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谢谢师弟 明天见 明天见 经理 不好意思 我想请问一下薪水方面的问题 哇 喂 小张啊 你还在原来的公司吗 陈伟 你回台湾啦 我心情不好 想找你聊聊 好啊 那你来公司找我啊 发生什么事了 刚去运证工作 那个经理给的薪水真的超机车的 好歹我也从澳洲回来的 那他给的是多机车 哇 七万 两万五 你好 请问是陈先生吗 是 我们张主任要我告诉你 请你在这边稍候一下 因为他突然有一个主管会议要开 张主任 张建平主任吗 是 是张建平主任 好 谢谢 进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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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葛大哥 你那公司有没有缺人 我儿子刚从澳洲回来 想找个工作 喂 大哥啊 有事想问你一下 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缺人手啊 我儿子程伟啊 刚从澳洲回来 正在找工作 他什么都会哦 我想让他过去那边 也可以帮你个忙啊 大哥 没事 就当他没打过这电话 真的没事 就这样就这样啊 你这是在做什么 都多大个人了 连找个工作 都要你这做妈的帮忙找 儿子的忙不自己帮 那要叫谁帮啊 去澳洲 你还帮他垫钱 卡债你也帮他还 儿子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你有问题 是你有问题 都是你太宠他 什么都帮他做得好好的 所以你的儿子都长不大 什么长不大啊 他都长到一八四那么大了 哪里长不大啊 你到底讲不讲理啊 什么讲理啊 家里是讲爱的地方啊 你真是不可理喻 你根本就是冷血动物 你再这样下去 你儿子的一生都要被你毁了 程志远 爸 妈 你们不要太吵了啦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用 是我无能 我一事无成 我就是个鲁蛇 鲁蛇 就是Loser啊 Loser 阿卫啊 你怎么这样说自己啊 本来就是啊 我是个失败者 我做什么事情都失败 丢你们的脸 让你们失望 阿卫啊 阿卫啊 什么都不想听 什么都不想说啊 阿卫 你觉得爸爸很无情吗 还好 你觉得爸爸不希望你成功吗 应该不会吧 我成功 你也有面子啊 你失败了 也还是我的孩子啊 你看看 这个的答案是什么 爸 没有必要这样吧 你说说看嘛 五啦 嗯 嗯 那这个呢 爸 多少 虽然我失败里面 也不需要拿这种小学生的题目 来增加我的信心吧 这是没有用的 多少 就二加三 三加二 一加四 四加一啊 就这样吗 最多就零加五 五加零 爸 你在搞什么啦 那零点一呢 四点九啊 那零点零一 零点二 根号二 八分之五 你看 有多少组解答 好像很多耶 不只多 是有无限个答案 有无限个答案 有无限个答案 那又怎样 同一种问题 用不同的方式提问 就有不同的答案 你从澳洲打工回来 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因为这份打工的资历 让你在求职上 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 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我来做四啊 你看看 刚刚那一题的答案 第一种方式问 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五 但是同样是五的这个问题 你换个方式问 就有无限个答案 现在 你怎么看 从澳洲打工回来台湾的 这个过程呢 只有失败这个答案吗 难道没有别的学习 或是收获的地方吗 从感谢的观点 你可以感谢哪些人呢 从经历的观点 你打开了哪些眼界呢 从学习的观点 你得到了哪些收获呢 爸爸佩服你的勇气 你没有失败 你正在往成功的路上 所以其实从这个剧里面 其实也反映现在 大家都普遍非常注意的一个现象 最早的时候是从英国开始 后来日本也大量做这样的研究 可是后来发现 大概普遍在各个世界 世界各个不同角落 都有这样的现象 也就是说 越来越多 已经有受了教育 然后成人的子女 返家回去跟父母居住 像台湾现在慢慢 也在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这样的人口越来越多 在这样一个人口 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年老的父亲 父母就面临到一个 中老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这样子有限的退休金 那孩子住在家里 我们又怎么办呢 其实当我们现在 有一些很流行的名字 叫尼特族 No employment No education No training 的意思是什么 他又不工作 但是也没有在读书 但是也没有接受 一个专业的训练 打算去工作 但是一直都是 在这样一个情况中 我们叫做尼特族 那尼特族 其实我们说起来 是有他的一些的因素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 我们要成为社会因素 最主要我们要来看一个 一个非常 我们很能了解的一个现象 就是高学历的人太多了 就是以前 我们根据我们需要的人力 有些人是读完高职 然后有一个专长 有些人是读一些专科学校 他可以由他的专科的这个能力 来找这方面的事 可是现在所有的都提升成为大学了 所以每一个都很多比例的大学生出来之后 我们社会没有那么多大学学历程度的工作机会给他们 那所以按照比例来讲 一定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找到事的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的一个因素 可是在这个因素之下 我们这些毕业的大学生 可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不愿意再去做那些 不需要大学学历所需要做的事情 因为对我来讲太委屈了 为什么我的朋友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我不能做 所以在社会因素之下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适合这些人的工作的缺 所以就变成自愿性的失业 所谓自愿性的失业 就是说他不是真正失业 因为如果他要去工作是有工作的 可是他工作可能不需要大学学历 所以这些人就变成 他没有适合大学学历工作 他就不做 然后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个收入 他就不做的时候 你就发现就有一些 所谓的自愿性的失业 就是在家里找兼职 或者永远在准备考试 但是考试都没有考完 要考高考 考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那他有很好的理由 因为我没有考上高考 所以我没有办法找一个事情 我要专心念书 所以就发现有一些 这些人是处于没有工作 但是也没有受教育 但是也没有受训练 所以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构成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就是 这些人慢慢年龄大的时候 就变成有一些中年自愿失业的人 也住在家里 那中年自愿失业的人 是不是他的条件会随着年龄高 而越来越差呢 可能更少企业愿意用这些年龄已经大 但是事实上工作经验不多的人 所以就变成他们的志气就越来越消沉 然后就越来越待在家里 我想父母最大的一个挑战 不是说我要给你吃药 你住在家里 而是说我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很忧心 因为不知道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以前当我们家里有特殊孩子的父母 他会有一个忧虑 就是担心如果我们过世之后 我们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现在是面对一些高学历 有手有脚 体力不错 也蛮健康的人 可是现在这些年老的父母 就开始要来忧心 如果我们过世以后 这些孩子该怎么办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变成 这就会变成一个这个时代的 新的社会问题 那有没有解答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是一个世界普遍性的现象 那么说另外还有心理因素 这个心理因素是什么呢 其实我会觉得 它基本上有三种可能的因素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研究 有不同的答案 第一个就是说 他坚决要求马上要找到合适理想工作 这是心理上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 意思是说 我出来所找的工作 一定要符合我的兴趣 符合我大学的学科 而且薪水要好到 我觉得还可以过得下去 又不愿意等待 有一次我问一个大事的学生 我问他说 你毕业以后要干嘛 他就说我要去找事 我说好 你要找什么事 他就说要找什么事 我说大概 你期待你的待遇是多少 他说大概四五万 我自己心里一凉 我说大学毕业生 你现在出去 每个月就四五万 肯定找不到事吧 所以我们现在孩子就认为 我不能没有机车 我不能没有车 我不能不去买茶 我今天有听到一个广播在说 现在要提倡小孩子如何节省 我想一定有一些人 针对这些现象想提出解答 就是说 现在不要再去买那些饮料喝了 自己在家里撒开水来喝 这个题实在不怎么样 你觉得小孩子愿意放弃 去喝什么茶的一个权利机会 所以我们孩子认为 在这些都是必需品的时候 但是他自己 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事 但是他也不愿意去忍受说 我现在先从22k做起 也许几年之后 我也许可以到四万五万 他已经失去的能力 是多么重要 如果我们在小的时候 你有帮助他 能够忍受挫折 然后有信心有毅力的话 将来可能就是我们这边 所说的loser 它是一个英文翻译出来的中 音译的一个名称 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多不同的国家 它有更多的名词 当然我们常常听到台湾 听到康老族对不对 还有一些叫做网路时刻 网路时刻就是每天没有办法 只好到网咖里面买个生命面 过日子 那个叫网路时刻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越来越重 现在不是没有能力 不是没有教育 而是他一直寻找 他必须马上有一个非常合乎 他理想的职业 而我们刚刚说过 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那么多 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工作的时候 他又不愿意去委屈自己去做一个 他可能要学习一个劳力的工作 或者那个所学 跟他所学的没有关系的 可是经过短期的训练 他就可以去找这个工作了 所以我很多学生 都在就业辅导处工作 其实他觉得最大的挫折就是 不是没有工作 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比较的心理了 譬如说我出来我的朋友 现在几年都做得很不错了 对吗 他都开始买第一种房子 我现在还去做这么低薪水的吗 这么低薪水 他在班上还成绩没有我好 他怎么可以这么好的工作 我为什么不能有这么好的工作 所以我没有找到 跟他一样好的工作 我是不做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变成说 一个没有自己有兴趣有目标 但是又坚持不要去找目标 但又坚持我必须要有 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的时候 这些人怎么办 只好回到家里可以依赖父母 我们父母爱不爱他们 当然爱他们 你要不要收留他们 当然要收留他们 但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他如果一辈子这样怎么办 这就变成很大的忧心 对吗 所以面对这些我们所爱的孩子 也是我们心头的一块肉 可是他一直还在家里 然后我们在短时间也看不到 未来的前途 好像也没有改变的可能性 做父母该怎么办 好 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 作为成年子女的父母 其实有蛮多那种限时的矛盾 到底要不要给他生活费 要不要跟他要房租 水电费要不要分担一下 那家事他要不要做一下 可是看他这么可怜 每天很上智的样子 也好像也不好意思开口 可是自己养老金的确 也是一天一天的没有 也没有很多把握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我想在这里 我们会有很大的挑战 这挑战是 我们很习惯做一个小孩子的父母 可是当我们还是成为大人的时候 我们的角色应该怎么扮演 我们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可以哪一些该管 哪一些不该管 我想这个其实是现在 父母的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像这样的孩子 他到底有什么需要呢 他的需要是 他必须发觉他自己的兴趣 因为在我们的教育的体系之下 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顺着上去 他都没有机会去发现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特长 然后他有什么兴趣 他都是根据别人 别人叫他念什么 他就念什么 念到最后他就是 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是他值得投资他的热忱 所以他找事上有困难 是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职业 是让他有热忱 愿意待下去的 所以说看到的挫折 就是他同事 他的老板 不合其理的要求 可是因为他在工作上面 他找不到一个他的热忱 他不觉得工作是很愉快的 他不觉得工作 跟他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所以他只在等下班领薪 当他领的薪水又不够多的时候 我们通常说内在的酬场没有 外在的酬场也没有的时候 这个人最容易失去 对这个事情的执着 所以他一定换工作 因为他觉得如果换一个老板 也许我的情况就好一点 也许我不要再见这些同事 也许我的情况会好一点 或者是说也许我换一个工作的方式 也许我每天不会觉得做得这么累 可是他始终都是累的 没有一个同事是合适的 然后没有老板是公平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没有找到兴趣 然后自己没有找到一个他工作 能让他有火花有热忱 所以就变成这一类的孩子需要是什么 他需要花一点时间 帮助他去找到他的恩赐在哪里 他的条件在哪里 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有兴趣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部分 他需要练习面对现实生活的机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疼我们的孩子 我们太保护我们的孩子 所以从小到大 他从来不需要为他的生活 接受任何挑战 我们什么都把它预备得好好的 我记得我自己在学校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有个同仁跟我讲 吴老师请你去处理一件事好吗 我说什么事 他说一个家长说 他要在宿舍里面替他孩子买一个冷气 因为我们学校的宿舍很凉快 没有冷气 他说我的孩子 怎么可以在一个没有冷气的房间里面住呢 所以他要求我出钱 替我的孩子装一个冷气可以吗 所以我们现在父母 我们把孩子供养得非常好 所以他完全没有练习自己去处理自己 生活或者生命的挑战的机会 所以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自己去学着去练习 交不出房租的时候的迥态 要去想要喝一杯奶茶 需要去考虑 我喝杯这杯奶茶 可能晚餐中没有的真实的挑战 他要去体验 他要去经验 不是我们爱不爱他的问题 是他需要去体验 人生不是这样是可以混下去的 你必须面对人生的挑战 他有现实生活的能力 他需要有经验 然后看到神的大计划 最主要他要知道 他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有个很有名的学者 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如果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活 我就活得下去 可是如果他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活 你要他每天过一些 让他觉得很没有成就感的生活 是非常困难 所以发现这些小孩子 不是需要一个工作 他是需要一个能够工作 能够生活的能力跟条件 而这个能力跟条件 才是我们可以帮助他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要把握我们的角色 其实我们是在一个转换的一个阶段 孩子在转换 我们父母也应该要转换 当孩子是成人的时候不要忘记 我们不是跟一个孩子 我们是跟一个成人 心态上一定是成人跟成人的关系 说话是成人跟成人 对他的生活的控制也是成人跟成人 所以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是人生智慧的提供者 我们有比较多的人生智慧 我们有人生有起伏 我们知道现实是什么 我们知道努力是什么 知道挫折是什么 这什么最大的本钱 我们没有办法再告诉他 他又怎么可以找到一个他适合的工作了 如果他是五岁 他是十五岁 我们大概都还有办法 现在二十二岁 他二十八岁 三十五岁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是没有办法 可是没有办法 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帮助他 我们帮助他什么 在适合的角色上 所以永远让他知道我们是爱他 在任何状况 我们都愿意帮助他 可是不一定用他 依赖我们的方式来帮助他 因为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帮助他 他永远只能依赖我们 可是有一天我们真的走了以后 这个孩子怎么办 他就变成一个中年的宰男 对吗 想想自己我们心里蛮心酸的 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的孩子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必须在角色上要确定 不是你不爱他 而是你要帮助他 成为一个可以过一个 比较有成就感 有意义的人生 所以我们不再负责他的生活 不是养他的提供者 这个是界限要弄得非常清楚 我们可以帮助他 甚至可以说 当他去做训练的时候 他没有钱 我们可以帮助他一次他去做训练 可是我们不能永远提供 我们可以帮助他 也许没有办法买那个摩托车 我们帮助他贷款 你可以买摩托车 可是不要忘记工作以后 你要每个月还我摩托车的钱 因为这是他负责 不是我小气 而是因为我爱你 我必须要帮助你站起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如果孩子住在家里 你必须要让他负担 家里的家务 因为你住在这个家里 你的房间你自己也要把它弄干净 因为对不起 因为你是住在我的家里 这并不表示说 对我们孩子没有爱心 其实我们是帮助他去做一个 有负责任的一个成人 所以我想我们的角色 可能要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的手要伸多少呢 你一定要收回来 小时候你的手伸得很大 对吗 什么都管吃也管 什么都管 慢慢收回来 因为我常会忘记 我们连他选太太 我们都管了对不对 这种女孩子不要选 你太太怎么样子 我常常跟很多做婆婆的说 我说最后跟着她一辈子是谁 可能很合我们意的女孩子 可能对她很不合适吧 可是她跟一个你喜欢 但是她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 你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吗 我们能够这么残忍吗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把我们跟孩童关系 没有转成一个成人跟成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她说话 互动方式是什么 我们要提供安慰鼓励 人生经验跟智慧 但是避免用恩情恩惠掌握她的选择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一些社会里面 我们发现很多我们的问题 不是彼此不相爱 而是有爱 但是不知道随着我们孩子的年龄改变 我们劝她 觉得她应该要听我们的话 如果不听我们的话就是不笑 所以她愿意爱我们 可是她多半不喜欢接近我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给她太多的期待跟要求 是她不愿意接受了 你要放手 尊重她的选择 因为你的孩子跟你是不一样的人 帮助她 让她夫妻感情可以很好 当她需要帮助的时候 偶尔帮助她一下 给她关心给她支持 可是这是她们的生活 未来你走了 剩下爱她的就是你的媳妇 你如果不让你的媳妇爱你的孩子的话 你孩子有幸福可言 我们要站在我们跟媳妇跟孩子中间 让孩子产生温情的压力 我不能不孝顺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可是我又不能够不爱我的太太 可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太太总是有争执 你觉得这叫做爱她吗 我有个个案以前 她说了很多 有关她媳妇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就听她 我说 你的媳妇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她说 吃不下睡不着了 我说吃不下睡不着多久了 她从她进门那一天就开始 我说进门多久了 五年多了 我说哇 你这个婆婆真了不起 你五年多都没有睡好没有吃好 那你一定很爱她了 因为只有爱的人 我们才会为她睡不着吃不下 她就没有说话 我说你其实没有那么爱她对吗 她说对 我就很讨厌我的孩子为什么选了她 我就问她说 所以为你爱的人没有吃没有睡 是还有情理可原 为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吃不下睡不着不是很冤枉吗 我们很大的烦恼就是生的太果 生在不该生的地方 而不知道现在是该收回来 所以我就跟这个母亲说 她的选择她自己负责 你要做的事情开开心心 自己好吃的自己吃 好玩的自己玩 自己觉得我干嘛 为一个不喜欢的媳妇 这么操心 我什么乐趣都没有 好好的自己享受自己 让你的孩子乐果自己收 苦果自己应付 所以这里我觉得那个角色 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真的能够 连她的配偶 我们都要选择吗 所以我们不要插手太多 因为她的人生是她自己选择 我的女儿大学毕业之后 她就跟我说 妈妈我终于觉得 我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 我说那兴趣是什么 她说我兴趣就是电影 我一听一个女孩子 要走到这么大的 复杂的圈子里面 合适吗 这时候我心里就喊替她担心 对不起 这是我完全对 电影界的误解 我承认我的无知 跟我的短视 后来我就了解比较清楚了 可是我们圈外人 我们觉得那是多么复杂 我也觉得我女儿这么好 这么好的工作 世界有这么多的工作 为什么不去做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呢 后来她就跟我说一句话 她说妈妈 为什么的哥哥可以选 他们爱做的职业 我就不行 就因为我是女生 挑战男女不平等 的立场跟观念 所以我回去就好好想一想 终于想了 我就跟我女儿说 女儿我妈妈想通 你去 我真的不能男女不平等 你就去念你爱念的电影 然后告诉你 妈妈已经想到最坏 最坏 没有办法 我就拿我退休金 开一个咖啡店 然后墙壁上 就播你的实验电影 我觉得这个是妈妈 可以为你做的最大的一个 女儿走吧你就去吧 我都会希望她做一个公务员 就在我旁边我可以看着 过着幸福快的生活 对嘛 可是她现在身上挂的都是机器 手上拿着这么大的一个机器 站在水里面 拿着这个三个小时 这就是她的生活 然后半夜三点开着急步车 上山去收小鸟的声音 然后有的时候从半夜拍到早上 然后又从早上拍到半夜 有一天戏是白天戏 一天戏是晚上戏 所以我能怎么样 我只能在心里说 神啊求你保守他 求你照顾他 他的这些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是他所选的 但是感谢主他终于找到 他可以不用成为一个鲁蛇的一个职业 一个我们认为不看好的 但是因为他有兴趣 然后他有执着 他愿意忍受这么多的星空 最近他才从秘武拍了一个实验电影回来 这个电影就是有关一个慈善的眼科诊所 是一个飞机飞到各地落后地方 去帮落后地方那些缺乏医疗资源的 动眼睛手术 然后前一阵阵又去港国 正好一波拉上行的时候 我就说女儿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去 他说妈妈这是我的职业 你能怎么说 去吧就心里祷告 神啊请他不要染到异魄拉 从此就非常关心异魄拉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能怎么办 他虽然是你生的 可是他是神造的 神给他有独特的特质 你的孩子现在一死狮子在家里 你真的不要放弃他 你要为他祷告 你要相信神给你这个一时失忆的孩子 有特殊的恩赐跟机会 你要的是把神重新放回在他的心里 让他因为相信神 所以对自己有信心 对他未来他有信心 他就愿意忍受一时的不如意 然后愿意出去努力去更新他的人生 去开始创造他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做父母能够做什么 真的就是为他们祷告 把他们带到上帝手里 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我三个小孩三个不同的兴趣 我多么希望他们就是去考考高考 然后做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住在我家隔壁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照我的样子去做 可是我敢吗 不敢我连跟上帝求我都不敢求 因为你在乎的是什么 你在乎孩子的幸福 对吗 你在乎孩子可以选择他所爱的 跟他所爱的共组一个家庭 你希望的孩子能够健康愉快 不在乎他的职业是什么 你希望他在做每天上班的时候 都带着喜乐的心 都愿意去服侍别人 你知道喜乐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斤斤计较 非要管那么多 你不该买这个房子的 你不该吃这个东西的 你不应该要小心 你不应该去向你的朋友 我们是谁 我们哪里还了解他的世界 让他自己学习 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困难 他自己学习去克服 从克服里面学习经验 然后建立他自己的人生 这是我们能够给他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为他祷告 而且我们怎么能为他祷告 要不要相信主 因为信主对他虽然看起来 好像没有前途 我们眼中已经有了前途 因为神已经给他铺好的一条路 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到那个方向 就可以走下去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陪同者 不是一个控制者 陪同什么 走一个人生很艰难的路 让他可以找到那个 有热忱 有成就感 愿意付出的那样子的一条路 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 我们今天课程的结束 我认识一个小朋友 这小朋友从小就很调皮捣蛋 然后他都在主日学混 可是他都不在里面上课 他都在课堂外面那种 每次都来 因为他爸爸妈妈强迫他来 所以他只好在外面这样子跑来跑去 说故事他也不停 就是因为他在外面主日学这样混 后来他就成为一个传道人 到一个荒岛没有语言的地方 他们去做传教士 去帮他们创造语言 然后帮他们把语言变成文字 然后把新约翻好了给他们 训练他们读新约 然后让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牧师 这个小朋友就是在主日学 外面跑来跑去 他爸爸是一个医生 他爸爸多希望他当医生 他也经过医生前面 我们称为他去念神武系 准备当医生 突然之间他爸爸听到这个消息 他说我有感动 我要去做传道人 他爸爸说我们可以奉献 我们可以奉献 你不一定自己要去当传道人 我们可以奉献 他说对不起爸爸 我要当传道人 所以他爸爸忍痛 让他去当传道人 听说他爸爸伤心了一阵子 他是一个杰出学生 在他的学校是成绩非常优秀的 最后他决心走这一条路 可是每次看他回来晒得黑黑的 头剃光光的 我心里就流泪 我说他有一个这么好的选择 他爸爸绝对没有办法 把他关在一个诊所里面 他的志向他的计划 绝对一个小小诊所 没有办法能够容纳 这么好的一个计划 我们哪里看得见 我们用我们熟悉的眼光 用我们过去的历史 我们可能会干涉 我们可能会阻碍 这就使我们的孩子成为鲁蛇 因为他所选择的职业 不是他们所喜欢的 然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阻碍他去做 成人子女的父母 我希望大家 如果在电视机旁边 你正在觉得焦虑 你正在觉得发愁 你正在觉得 为什么你的孩子 都不听你的话的时候 请大家把你的手伸回来 放在自己心上 欣赏你的孩子 尊重他的选择 相信神 必给他有大的计划 给他快乐的人生 不是我们所能想象 我想我们今天的课 就到这里好吗 我祝福大家 有个愉快的人生 也提醒彼此 我们要做智慧的选择 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 好吗 好 我们下课